楊枝斗初選過關 那非常感謝大家 那從第一天的調車尾經過兩天的搶救 那麼我知道很多人守著電話 那甚至有網友跟我講 他為了等楊枝斗的電話 等了三天 那很緊張 結果還吃胃藥 才能夠消除緊張 我們在掃街所也遇到有民眾告訴我說 他已經接到了民調電話 他很高興的去喊出了支持楊枝斗 但是他還要繼續等電話 因為他想要看看可不可以接到第二頭 那都是這一些好朋友們 不斷的關心跟在最後的階段 來去支持楊枝斗 那否則不能夠創造這個傳奇 那從第一天的調車尾 到最後民調的結果逆轉勝 那我也跟楊枝斗說 你要把這些支持者 的一個對你的愛護 永遠激到心上 那接下來大選會更加更加的激烈 更加更加的困難 那要用一千倍一萬倍的努力 然後去告訴你的支持者 絕對要把這個選舉贏下來 那這才是不會去辜負這三天幫你 手電話的愛護你的朋友 那以後當選的市議員也要把 人民民眾這麼體貼關心的一個支持放在心上 那繼續當一個非常有戰力的一個好議員 來為民服務來監督政府 我會安心說 我會安心說 在心中 作詞方面